下面看第五 忏悔于悟作 悟就是诸恶莫作的恶 但是这个字也是好意勿劳的悟 念悟 悟就是不满意 讨厌 什么叫悟作呢 这个是四种不定法 就是随烦恼里面有四种 小烦恼里面有二十种 二十种里面有四种 它是不定 有寻四睡眠悟作 悟作呢就是后悔了前面所做的事情 讨厌自己的所做 这也可能讨厌自己做得太好了 好比说布施 布施了半天以后又被人倾鉴 后悔了 这叫悟作 或者做错事情后悔了也叫悟作 所以它是不定法 忏悔和这个悟作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内容 言悟作者悟所作业 追悔为性 仗旨为业 此即与果甲利音明 先悟所作业后 先悟所作业 后方追悟故 悔先不作 亦恶作舍 如追悔言 我先不作 如是事业事物物作 言 有意 此二个别有体 于于心所形象别故 随吃相说明事所有 大家听这些语言呢 都不太熟悉 这是白法明门论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句子 言悟作者这一句 一直到仗旨为业 这是原文 后面是一些解释 也就是说这个悟作呢 是在果上甲利的音的名字 下面再继续看 悟作 悟作也不是所谓的悔 他跟悔啊 跟忏悔后悔 他是有区别的 两者是二而一的 就是有的地方相同 有的地方不同 悟作是悟所作业的意思 悔是有情追悔的心理 由于贤悟所作是业 然后方生起追悔 先讨厌自己做的事情 然后就追悔 悔不当初嘛 所以悟作以追悔为他的体性 最后呢 落实在追悔上面 人如对于什么 有所追悔 其心必然是跳动不已的 所以以障碍指的修习为他的业用 就是说这个悟作 他会对修行形成一种障碍 他障什么呢 障 修定当中 指和官两个方面的指 因为他的心动荡不安 后悔了吗 讨厌自己怎么就 当时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心里边不断的产生这种思想 然后你就做那 你不能够安定下来 所以他障碍修止 也就是说 他的用就是能够障碍修止 因此你要想修止观 必须要把这个悟作弄清楚 要怎么样对峙它 我们再往下看 此即与果假立阴明 果呢就是追悔 那阴呢就是悟作 先悟所作业 后方追悔故 悔先不作 亦恶作赦 射就是说 后悔我当时怎么没那么做呢 也在这个悟作里边 也就是说有两种 一个是呢 讨厌自己做了 一个是讨厌自己 怎么就没做 这两个都都被这个悟作所包射 此悟作就是于果上假立一名 由于要先闲悟所做的事业 然后才升起追悔 不但追悔先所作业 叫作物作 就是追悔先所不作的业 亦是属于物作所设 这个句子听着那个 他就是前面先说 然后后面解释 这是我的一个师兄弟写的东西 我把它拿过来 做我的讲印 他上佛学院是个年轻的比丘 他上佛学院呢 当时做的笔记 提供给我们用 当时我们跟他要的时候 他还有点小气 还不想给 后来我们说你这个心不对啊 法要分享的 不分享你 你有过失的 他一听说赶快给我们了 在此要知 物作随时后悔 后悔与自己所需求的不同 因而升起物作 可见后悔是物作的结果 物作不过是悔的因 因立果明称为物作 若追悔先时所做的恶业 如是悔是善性 若追悔先时所做的善业 如是悔呈恶性 若追悔无忌事 如是悔便称为无忌性 所以它是不定法 因为他可能后悔自己做了 也可能后悔自己没做 他可能后悔自己做了坏事 他也可能后悔自己做了好事 我曾经在一个小山 小山村的小寺庙里面住过 这个寺庙 所有的佛殿 都是从整块的石头里面凿进去的 所以殿里边的佛桌 佛桌上面的这个佛台 佛台上面的佛像 通通通是一整块石头 包括门窗都是一整块 门呢就是一个可以进去 当然没有门扇了 窗户呢一根一根的 也都是一块石头雕出来的 所以那里面的回音大得不得了 你一说点什么话 嗡嗡的声音就出来了 在那个小寺院呢 旁边的村庄里头有一位善人 他布施了一个做饭的时候 霍面霍面的盆 那个地方经济不好 拿到寺院一个盆呢 也是也是很好的发心 后来他看寺院里的僧人的修行不好 他说什么 不给你了啊 我要拿回去 我跟他说你千万别拿 你拿你的道僧器物啊 已经不属于你的了 这个就叫悟作 他后悔了 当然要姻缘 因为这个僧人不好好修行 跟他有意见 他不高兴了 他说不供养来 不就一盆吗 一个盆他舍不得了 后悔了 所以这个不定 我们平常是追悔 就是讨厌自己 后悔自己做了坏事了 哎呀 我当时怎么就糊涂了 做了这个事了 这个呢 他做了好事他也后悔 那么这个也属于误作 下面来解释仗旨 是怎么回事 由悔顾令心 不能安住 所以说仗旨为业 业就是业用 就是他 这个物作呢 他有什么用途 有什么作用 仗旨 只是定的别名 物作能障碍行者之心 定止于一处也 何以故 行者由于追悔往昔所作之事 而生 忧惜懊恼之心 遂令此心 宣动 疼要 不能寂静 故曰悔 悔于调 举之业用相同 而二者 皆能仗止故 或乎 于解论 以为调举与毁 以处所等故 必相应而起 故二者合为一概 叫调毁概 为诸众生 以此调毁 概赴心识 而于正道不能明了 禅定善法不能发生 故名为调毁概 这是修禅定的时候 出现的五概之一 第一概 贪 第二概 称 第三概 睡眠 还有什么 调举 第四概 调举 第五 移毁 五概 修禅定 必须要克服这五概 当中还有一些细的 好比调 调饮食 调呼吸 等等 然后你才能够 把心真正的定下来 不容易 我们平时 现在修得定 太粗糙 给你讲细了 你也听不懂 因为没有体验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修期间 你修过一段时间 再说你能听得懂 这五概 如果 其中一概现前 你就不能得定 所以五概 虽然他也都是烦恼 可是他比较 说关于禅定的事情 是从禅定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这个地方调举和 懊悔 他放到一起 叫 调毁 平常我们是调举 调举什么意思 调的意思是说正念丢失了 举的意思是说妄念起来了 开始 开始胡思乱想 杂念纷飞 定在哪里呢 没有 所以他一定障碍 障碍 修禅定的 所以佛山 我们不愿 每天 你一定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如果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心就清静 我们人们都会老 会伤害 所以那是辛苦 但是我们的心 不能伤害 如果你如果一直看生命电视台 发生 钢筋 刷刷 就像你参加发贵的一样 你的心就清静 就得到佛菩萨的价值 就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所以各位 就看生命电视台 心的情景 快乐就走出来 阿弥陀佛 好奇好美 一九九六 五二三二 一九九六 五二三二 好美 四年 既金飞 生命电视金门中心 举办点灯 要共祭慈悲 施石法会 恭请战愿法师领众 日期定于四月一号 星期五 下午五点 地点在金门中心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南门里 海滨公园 连统电话 082334900 082334900 生命教育学院举办 第四期辅导老师 培育课程 恭请战愿法师主讲 讲题 一 改变自己 从新开始 二 生命最大的享受 清静心 日期定于三月十二号 星期六 上午九点 地点在般若讲堂 地址 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 七十七之一号 十二楼之一 联络电话 般若讲堂 072813913 慈悲道场 075569911 如上所言 悔 时事无人修定之大障碍 故 偶祖 就是偶遇大师 在为时心要 眷器中 特别只是行者修行 无悔之要义 偶祖云 行人修行无悔 正贵永断相续 秦策众善 非但追思懊恼而已 暗 就是对他的一个说明 这解释 无悔乃是指佛家 五种忏悔业障 灭障业罪的 之方法 所谓忏悔 劝情 随习 回向 及发愿事也 今略述之 下面就叙述 这五个相关联的方法 忏悔 即发露自己 往昔所造之罪 借此 可灭除 往昔所造之罪 我们平时啊 都说 往昔所造 诸恶业 大家都这么念 可是呢 往昔造的什么 谁知道 我知道 我往昔肯定杀生 这我知道 要不然今生 我怎么能杀那么多生 这是习气 我有杀生的习气 这是还傻 当然往昔也学佛 那么在我没有学佛之前 这个恶业呢 先现前了 先做了大量的这个杀生的事情 然后才学的佛 所以我知道往昔所造出恶业 是因为我今生这些恶业 现前了 我知道我往昔肯定也做这些事情 他有这个种子 有这个业力 催动我去会做这个事情 那别人呢 你们也没做这些大的恶业 那你知道往昔所造什么恶业 所以我提倡的方法 除了念往昔所造诸恶业以外 是检查今生你从有记忆以来 哪怕你是个小孩 小孩 我真的见过小孩啊 他害怕小孩心里面 怕了个小动物 他上去往往都是一脚把他踩死 或者找个东西也把他打死 打死他就不害怕了 否则一动他都吓得要死 他就先把他弄死 先下手为强 长大了以后还能想起来 你想起来 那个是不是杀业 肯定是 要忏悔 就是要忏悔今生有记忆以来 你所做过的罪业 那个罪业是从前世延续下来 虽然不像我那么重 但是轻的他也是罪啊 也是杀生之业 那么就开始忏悔 忏悔你得先想起 你想不起来 你忏悔什么呢 你发露没得发露啊 我说我杀牛了 我真的杀了 你说你杀你 你忘了想不起来白达 一定要想起来 大家可以进如来藏讲堂博客 我把我们一些人修行的日记 放到我的博客里了 那上面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实行这个忏悔法 你看看他们怎么忏悔 有的人写好长时间 因为大大小小的杀业 道业 就是偷盗等等 很多 我们主要忏悔 违反五戒的就行了 不要弄得特别细 先把这个大的先弄清楚了 如果要忏悔完 今生所造作业 你能忏悔完 想起来的就忏悔 一直到最后 基本上想不起来 偶然想起来 也是小小的东西 这个呢 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没那么容易 而且三个月之内 你要念佛 你念佛有了定力 心清静以后 才能把那些细微的想起来 否则你想破脑袋 都想不起来 有一位老人家念佛以后 有一天特别高兴 说 呀 我念佛当中 我想起来了 某某某 几年之前 借了我一块钱 到现在没还 因为他心静了 他想起来了 所以必须要念佛 然后你才能想起来 自己有哪些造的恶业 你才能够发露忏悔 这个工作呢 一定要做 以前没有听到过 不知道的 今天你听到了 你就去做 要下居心 一直忏 一直到忏悔干净为止 你的身心会有一种微妙的转变 自己是知道的 不是啥也不知道 知道 我们来看 第二 妄想 佛不在了 还有菩萨 再说佛怎么会不在 佛一定常驻在世的 只不过不过 只不过不以佛身视线而已 大忏悔 大忏悔文里面都有劝情 三 我们应该随机 我们应该随机 我们应该随喜赞叹 可是不然 别人不好 哇 我们真的很慈悲 赶快去帮助啊 因为他可怜呢 哇 一听说这个人有成绩 脸顿时拉下来 为什么 他这么比我好了呢 这不是怪事吗 那你也怪事 你怎么别人不能比你好呢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表面看得很清楚 有的人的藏得很深 不到一定的因缘 不知道 他会咬你的心一点一点的 心里面不舒服 不舒服是能感觉到的 就是别人好 这个要 要真诚的去检查才能查出来 所以呢 一定要修随喜 因为随喜呢 就是对峙这个嫉妒心的 我们一个人老嫉妒别人 自己怎么修行 就麻烦了 眼睛啊 我们就看别人的好 看了别人的好呢 赞叹随喜 他有什么缺点错 我根本就不管 不管 就看他好处 像这个印光大师说 我们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坏样子知道 就不看 下面呢 回向 即以一切所修之善根功德 回向众生 回向佛道 借此可灭除颠倒 心求三界之罪 你听这个话呢 心求三界是罪 为什么不能出轮回 所谓心求三界什么意思啊 想幸福啊 想安乐啊 想上天堂啊 想自己长得貌美 想自己身体长得健康 想自己能够长寿 都是三界内之所求 而不是求解脱 更不是求成佛 我们每一位修行人 要仔细检查自己所求的到底是什么 你看六祖 五祖问他 哈 你这个男蛮子来这干什么 他说唯求做佛 不求于事 我来你这就求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做佛 别的事没有 世间的利益不求 这真正的修行人 应该发这个愿 应该这样去回向 所以不但要回向自己 回向他人 回向干什么 不是广回向自己身体好 家庭好 工作好 孩子好 不是求这些 应该求解脱 求成佛 要求佛的大智慧 最后发愿 即发四红誓愿 借此可灭除修行 退至至过 至是至向的至 因为我们发了心以后 不能够持续的修行 这个心可能就会往后退 心一退了的话 就很麻烦 有的人都很会给自己找理由 有的法师说了 我们在家好好的修行 不必去到场了 好 很好很好 你不必来到场 你在家好好修 问题是过了几天 你在家也就不修了 因为到场有涉收力 在这里大家有共修之力 你还算可以 结果你跑到家里面根本就不修了 美其名约我回家专修去了 修什么 你修的什么呀 我是说某些人 我可不敢说大家了 因为大家现在就在就在当场 在在到场 对吧 那有些人他弄误会 你要回家真苦修 有人说我要专修 行啊 在家也可以专修 家里边专修就很好啊 你把门一关 你就修吧 修几年照样成就没有问题 那你得真下决心才行 你一共在家待了两天 第三天你就待不住了 到处跑 我见过这样人 他下了决心在家待了二十一天 他说他闭关 然后当中他都跟我说 法师别人请我出去讲点什么 他很会讲的啊 也是个老师 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闭关吗 这二十一天没完呢 你跟他 我说你跟他们说二十一天以后再说了 本来呢 他就说 我把手机什么电话都关了 结果呢 他不单接别人电话 他还给我发信息 你这哪是专修呢 是不是 啊 还要问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因为这是专修吗 是不是 专修是一切都断绝来往的 跟谁都不来往 啊 而且你只有二十一天 你不是二十一年了 你只有二十一天嘛 三个期而已 就在自己家里 啊 他老公给他买菜 做饭都照顾他 给他护官 结果他干这个事 啊 不过还算好 他终于坚持下来 后来没去 由此可知 行者修此无悔之重点 在改往修来 改悔往昔之恶因 劝修未来之善果 绝对不是悔恨自责而已 语云 亡者已以来者可追 无人当之 过去是即过去了 事后徒自悔恨 忧伤懊恼又有何用 何不抖擞精神 重整旗鼓 走出罪业的阴影 迎向光明坦荡的菩提大道 我们这个师兄弟 还蛮会说的 这里边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 就是说事情过去了 你在那里伤心懊恼 有什么用呢 没用 我平常给人发信息 我就说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做无用功 这个话非常短小 非常简单 可是有的人呢 他就愿意做这个无用功 你说哭有用吗 闹有用吗 你把自己折磨的病了 他对那个事情有好处吗 通通都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一点也没有用 那何必要做这个无用功呢 事情过去了 他已经过去了 他自己已经过去了 是你就不让他过去 给我回来 回来可以啊 回来问题你难过啊 你不舒服啊 是吧 好事过去 抓住不放都不好 何况是不好的事呢 你把它抓住干什么 放下 放下 放下当时就轻松了 不用过几天 现在当下就轻松 轻松一天 算一天 你跟自己说 明天再说 到了明天 你跟自己说 明天再说 就把那个烦恼放凉了 那烦恼没事 你不信你试试 保证是这样的 这个烦恼 他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我们平常说 另外一句 带有什么哲理性的格言 说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其实就是说 你别理他就没事的 就是这样 你不要和自己作对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先放自己一马 别弄自己那么苦 说到放生的时候 我跟有些人说 哎呀 你放很多动物好 非常非常好 你是不是能把自己 先给放生了 这事很重要 你自己要把自己放一马 你别天天折磨自己 管放外边的东西 你就不放过自己 你让自己 是不是过得好一点 各位 苏莎阿弥陀佛 我们中华定金学会 做了各种的书 漫画书 故事书 经典 DVD 推广在学校 监狱 各佛教的道场 海内外所有的地方 为什么 大转访了 所以要感恩 非常多的菩萨 不断地在关心 护持 并经协会 也非常多的人 不断地来 要书 DVD 到复到数十间 庙去推广 愿佛陀的教法 满人间 令众生 离苦得乐 感恩各位 护持 中华印经协会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民 中华印经协会 失败不责 生命点是台中港区中心 举办八观灾解 祭拜佛 聂佛 放声法会 恭请 会因法师传授 日期定于3月13号 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在清水高中 地址 台中市清水区 中山路90号 联络电话 0426239653 0426239653 生命点是高雄慈悲道场 共修法训 每周二晚上七点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每周四晚上七点 念佛及绕佛 每周五晚上七点 读书会 地点在慈悲道场 地址是 高雄市左营区 中山路189号 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欢迎踊跃前往参加 同占法喜 阿弥陀佛 下面还有两个题目 我念一念就好了 六 忏悔和惭 惭愧的惭 惭和惭是两个法 言惭者为自法力 从众贤善为性 对质无惭 只惜恶行为业 自法力者 自为自身 法为教法 言我如是身解释法 身解如是法 甘做诸恶耶 惭愤 惭愤是一与自立 自尊自爱的增上力 对于法 升起尊贵的增上力 由这自尊上 及法增上的两种力量 对于具有 闲善的圣人和凡夫 就能够升起 从净 对于一切有漏 无漏的善法 就能够升起 从净 有了 从贤 重善的心理 就能 羞耻 过恶 不做 言我如是身解 如是法 敢做诸恶耶 就是反省 自己的自觉能力 从这自觉中 发现自己过去的诸般行为 确实是有很多 不合道德的地方 于是 残齿之心 不尽 油然而生 认为像我这样 人格尊严的人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于是自浅自责 不敢再乱来 种种罪恶 过非 依旧因此而止 这是一种羞耻心 这种反省 自觉的能力 无人每天从反省自觉之中 发现自己的身口意三叶 有很多不合道德的地方 于是 羞耻之心 油然而生 为之惨 百法之解云 残者 亦于自身基法 生于尊贵增上 由思崇尚敬重贤善 羞耻过恶 而不敢为 以为体性 别则对质无残 通则 惜诸恶行 以为业用 简单的说几句 佛说 有残有亏的人 这个人就有救 他以后可以修行 如果是无残无亏的人 这个人没救了 用我们俗话来说 这个人死不要脸 没办法 说什么话 听不进去了 他不要脸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人呢 这个爱面子 爱脸呢 知道羞耻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人呢 男女做事情都避开 躲一地方 你看那狗呢 他在大街上就敢坐 因为他没有这个善法 没有羞耻性 没有惭愧性 那他是畜生啊 那所以你人干不到的事 那你就跟畜生差不多 那么你这一世好像是个人 你干的可不是人事啊 既然不干人事 下一世你就不是人了 你你最轻的是剁刀畜生刀 算便宜你了 因为后面还有两道 说不定你都往下掉 一直统统掉地狱了 所以羞耻心惭愧心是 是非常重要的 不单是修行人重要 就算世间做一个普通人 也是蛮重要的 再看第七 忏悔和愧 惭愧的愧 因为是两个法 所以这时候呢 说忏悔和愧 有什么相联系的事情 言愧者依世间地 轻聚报恶为性 对之无愧 只惜恶行为业 世人积喝明世间地 轻有恶者而不亲 聚恶法业而不作业 下面呢就解释这句话了 我们先不解释 就念一念 愧就是依于世间的原理 以轻视拒绝报恶的人 为他的体性 对于无愧 以止恶行为他的业用 就是依于世间的法律 伦理 呵斥 鸡棒等的增上力 和自己咸咸诸然法的增上力 轻视一切有暴行为的人 不去亲近他 拒绝一切恶法业而不洁净 因而对于过世罪恶 生起极大的羞耻 觉得诸罪恶事 觉得诸罪恶事 不是有道德人 的人所应为的 对于过去的无知感到可羞 对于曾犯的过恶感到可耻 现在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亦不再做这些罪恶的事 这么一来 自然对质 无恶不做的无愧 吸诸一切恶业 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 对残和愧分不清楚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里说的很清楚 残是感觉到对不起自己 自己有良心 对不起良知 愧呢 愧对世人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兄弟姊妹 对不起家族 对不起朋友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父老乡亲 因为做坏事 好人跟好人聚在一起 不好的人常常跟不好的人聚在一起 所谓尽诸者赤 尽莫者黑 所谓呢 人以群分物以类居 我们学佛的人 肯定啊 过去那些狐朋狗友 酒肉朋友 越来越少了 你不离开人家 人家也不想搭理你了 动不动你 佛里佛气的 跟人讲佛的这个道理 那个道理 人家说你边待着去吧 我请你吃肉吧 你都挑出来了 我请你喝酒吧 你弄一杯矿泉粉 算了吧 你这些朋友 人家就离开你了 可是呢 我们善友 同修 道友 聚在一起了 一说佛法 怎么样修行 怎么样去修 供养等等 这多好呢 所以有了愧的这个善法呢 就不愿意再跟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了 有一点点过错 不像过去 不知羞耻 现在就心里面就不安 就赶快就要忏悔消除它 所以这个是善法力 因于事件 事件是有善法力的 你看就算坏人做坏事 他得想想 这做了坏事以后 这家伙让别人看见 让警察逮住 这是麻烦 他也有啊 就说有一种 事件的力量 迫使他不敢 忽作非为 差不多点想一想 如若不然的话 那还了得 那很多人就大做坏事了 事件的善力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再往下看 不是每一段都讲 愧也是一种羞耻心 不过这种修心 是来自于世间舆论的顾虑 平素对惭愧二字常和而说 其实此二字稍有差别 即惨是惨字 愧是愧他 白发之解云 愧者对于世间他人 喝焰增上 轻聚报恶 由此修过罪 而不敢为 以为体性 别则对之无愧 通义吸诸恶行 以为业用 先明此种羞耻心 升起之音 即依于世间他人 喝焰增上 当之 我们处在世间之中 并不是我们独自一个人而已 我们的上下左右前后 都有着广大的人群 生活在人群中 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到他人 以及大家要尊重功德 大家公认这样做是对的 合理的 有益人群的 我们就要去遵守 就是还是要随世间的善法 恶法不能随要 记住 并不是随缘吧 随缘大家做恶法 你也做嘛 不行 大家都杀生 我不杀生 你随便杀 我管不了你 我管好自己 我就是不杀 就算你把我杀了 我也不去杀 要有要有这个力量才行 反之 大家公认这是不合理的 不道德的 有害于社会人群的行为 我们就要远离他不去做 否则就会招来 舆论的猛烈的攻击 于他人强烈的厌恶 以此世间 舆论的饥喝 于他人的厌恶而生起的羞耻心 为之溃 由这种羞耻心 便产生起两种效果来 一 轻聚暴恶 轻视拒绝暴虐的恶人 修与恶人为伍 二 羞耻过罪而不敢为 有了羞耻心 自然不敢去造作 杀到淫妄等脑害众生之坏事 总之以上这两条善法 惨与愧 若是具足了 则能培养成高尚完满的人格 人人具此惭愧心 则世界和平 反之若失去了惭愧心 人人则无以禽兽 增上阿寒经允 世间有二妙法拥护世间 所谓惨与愧也 若无此二法 世间父母兄弟尊长 大小不别 集于处类同等也 一教经一云 残修之报 于诸庄严最为第一 残如铁钩 能致人心非减 事故比如 常如残齿 无得暂替 若理残心 则使功德 有愧之人 则有善法 若无愧者 与诸禽兽 无相亦也 这是佛说的啊 没有残 没有亏的人 跟畜生差不了 最后还有一个内容 就只念个题目了 没时间了 八 忏悔于父 就是盖父的父 因为父呢 就是把罪藏起来 忏悔那把它发露 这个什么关系 父者 于自作罪 恐失利欲 隐藏为性 能障不复 回脑为业 言回脑者 父罪 则后 必回脑 不安隐固 良以一切佛法 说到修行上 千万法门 皆不离 只观二字 职者 只惜妄念 观者 观照 所修之法 如修净土法门 出下手时 要万元放下 破乎 止 全神贯注 细念阿弥陀佛 万得鸿鸣 口念耳听 自念自听 破乎观 久久练习 妄想 陀螺 智慧 急声 仅负罪者 后避脑悔 终日为幽见所伤 暗鬼所扰 心境不得 安隐寂静 此正与舍摩托 破乎 即止 相违 就是和修止观的 指是相违背的 指望 既不可得 观慧 亦无有而省 故云 负罪是无人修行之大障碍 不何止观更云 负罪是顺流实心之一 为一切众生 于所作恶行 由于忌讳人之 不自发露 无改悔心 无悔改心 则避随顺烦恼 流转生死 负罪之过失 既然如此重大 所以佛当初制定戒律时 对于犯罪 而又复藏的人 特别 急于加重处分 即加重一重 复藏过失罪 新地灌惊云 若负罪者 罪即增长 发露忏悔 罪即消灭 看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落实 先把自己过去做的忏悔 新的呢 随做随忏 有人说 这不也是等于脸皮厚吗 他说错了 完了他又做了 再怎么样 比不忏悔的要强 因为你随做随忏悔了 他的恶业不会累积 不会积累起来 积累起来就很大了 你反正犯了 你知道错了 马上忏悔没有了 第二天又犯了 再忏悔 反正他不会累积 就那一点点而已 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 要禽与忏悔 莫以恶小而为之 莫以善小而不为之 下面请各位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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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法师 谢谢各位居士 感谢圣语师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